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新竹的爱多美伙伴 大家午安 那其实我是在大概是 三年前接触到爱多美 我过去其实从来没有经营过组织传销 甚至说我还蛮讨厌的 我曾经在我自己的心里下定决心 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要做传直销 那大家可能很好奇说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的妈妈经营传直销 经营了三十几年 我从小到大其实不断看她这样一路辛苦的经营 不断的失败重来 失败重来 失败重来 失败又再重来 其实有时候心里不太了解说 为什么她愿意一直在组织行销 这个行业中一直持续进行 那我的母亲她说 刚开始她经营传直销的时候 因为我的奶奶跟我还有我爸爸 我们都是家族遗传性的气喘病 刚开始是我奶奶去为了吃一家公司的保健食品 所以叫我妈妈跟着一起去了解 那她原本是一个美容师在家里 我们家自己以前她有开一个小小的美容工作室 那就这样子她认识了传销之后 那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所以呢她在这个组织行销有赚到钱 可是后来为什么不能持续的经营同一家呢 可能刚才我们前面的很多的大师跟会员都有分享 组织行销其实常常都是公司换制度 老板把公司卖掉 然后呢上下线非常多的问题 辛苦努力常常都不能累积要重来 所以呢在这一路的过程中 虽然她在这十几年有不错的一份收入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做 因为这真的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那所以呢我就是在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我能做什么 所以呢我就一路的认真的念书 因为所有的父母都会教自己的孩子 你就是认真的念书 以后一定会有好的出席 所以我就一路的一直念一直念 我念这个台中的中山医学院的医技系 我考到医检师的执照 那后来又去中兴大学念生物科技所的硕士 硕士毕业之后呢 发现我的同学好像大家都要攻读博士班 所以呢我就继续在念博士班 其实从小到大我不是很聪明 也不是很会念书 但是好像似乎大家都是这样 当有学历的时候 你才有一个竞争力的时候 我就拼命的念 辛苦的终于博士毕业之后 哇很辛苦 那博士毕业之后 我在中兴大学做这个国家的一个研究计划 收入大概是一个月六万多 可是生活非常的辛苦 那可能有人说六万多的薪水也不错 但是我早上九点到研究室 晚上九点之后才有可能回去 那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轻松的休息 没有 满脑子还是想着研究的事情 我要怎么在我的实验上做突破 每天的生活其实就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那所以妈妈就建议我 你先回来台北 来休息一下再找更好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积极的想要面试一些 像国家的一些计划 或是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家机关的一个 研究人员的职位 可是在这时候突然遇到了爱多美 我发现爱多美真的是没有能力 没有学历 没有口才的年轻人都可以来经营的一份事业 刚才我们的建中玫瑰大师 已经把奖金制度讲得非常的详细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要 竟然可以让你成就一份很大的事业 所以这时候呢我这回想起 小时候曾经也有梦想到 以后可以住在大房子 想要买好车 想要出国去玩的这些梦想 所以第一件事其实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拥有梦想 那我们曾经的梦想 是不是想办法能够在现在 遇到爱多美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的时候 来实现 那其实周星驰的电影 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周星驰他说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差别 咸鱼是什么样的鱼 死掉的鱼 那活的鱼会逆流而上嘛 就像鲤鱼药龙门或是鲑鱼回去产卵的时候 都会逆流而上 死鱼的话就是随波逐流 我们是不是想想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压力 总是骂老板抱怨同事抱怨政府 抱怨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像是死鱼一样 忘记了自己曾有的梦想跟理想 那其实呢怕苦的人会苦一辈子 不怕苦的人苦一阵子 我觉得今天遇到爱多美真的是很好的机会 那接下来有一些选择 那大家是根据什么选择 就是说你在不以你的这个金钱 或者是不以你的这个收入为考量 你心里想如果说你可以做得到的时候 等一下晚上想跟亲爱的家人 跟孩子去吃饭的时候 你想选择去买鸡腿便当 还是要跟他一起去一个法国餐厅吃法国料理 好 大家不用把答案讲出来 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选择是 如果今天有时间我要带孩子去阿里山坐小火车 还是去瑞士阿尔卑斯山坐小火车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不要以你的收入为考量 不要以现在的收入为考量 你心里想去哪边 好 那接下来如果可以买一台车 你想要买Toyota还是买保时捷 好 那再接下来如果想要买一栋房子 好 举例一样在台北你想买中古的公寓 还是买一栋别墅 所有的答案大家心里都知道 那既然呢遇到爱多美这个机会 那或者是说现在你还没开始进行爱多美之前 你的这个梦想你又重新想起来了 但是为了实现梦想我们要怎么努力 靠工作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人生吗 其实非常的难 曾经有这个爆肝的工程师骂郭台铭说 为什么爆肝的是我 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是你 那郭台铭其实有说到 我们三个其中一个差别在于什么 我是老板 我是做出选择的人 你是我的员工 你是被选择的人 今天如果你被老板选择 踢出这家公司 你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所以不断的工作赚钱 就像一个陀螺一样 永无止境的一直转 那今天遇到爱多美 其实我们知道外面的创业 投资理财有风险 你还必须有一笔钱 那可是在爱多美风险是多少 零 获利是多少 无限大 那遇到这么好的机会 一个年轻人没有资历 没有背景 没有财富的时候 也没有父爸爸父妈妈 那我要怎么样能够创造 我自己的一个系统 其实就是利用爱多美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分身事业 那更不要讲 那有人说那一样都做传销 为什么选爱多美 其实刚才我们玫瑰大师解释得很好 什么都不要 可是这个制度是无限大 无限大又跨国 只要你努力兼职 真的总有一天绝对会成功 所以就决定要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就问自己是不是要经营 努力会有收获吗 可以 那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成功吗 老板说不用学历不用才能 什么 你只要是怎么样 会说话的人都可以成功 其实这句话对一半 在爱多美其实有哑巴的钻石大师 听说在日本他不会讲话 那他怎么经营这份事业 手机平板电脑播放VOD 带他的伙伴到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到教育中心 让他的伙伴受到爱多美的系统的学习 他就可以成功 即使不会说话在爱多美也可以成功 那还有第三 怎么做才可以成功 刚才玫瑰大师有提到 在爱多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成功学院 既然想要成功 我要跟安利的领导者学习怎么成功吗 不是 那既然想在爱多美成功 我就要到爱多美成功者最多的地方去做学习 所以三年前到了韩国的熟黎山 参加他们的两天一夜的成功学院 一月份的天气非常的冷 零下二十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在排队什么 领红包吗 还是领钱 不是 只是为了吃一顿午餐 哇 零下二十度 愿意排一个多小时 相信等一下的午餐一定是非常的好吃 结果排队进去看 怎么一堆人有铁盘 然后再仔细看吃什么 萝卜丝 笋干 然后泡菜 豆芽菜 还有白饭一碗跟这个味噌汤 为了这顿饭排这么久 怎么韩国人生活的这么辛苦 就想可是一定是有特别的魅力 会吸引这么多的人来到这里 因为他们知道爱多美 有机会可以改变他们家族的命运 所以在那一次有八千多个人 在整个的熟黎山的这个山庄 集满满满的人 那这些人为了成功拼了命来学习 那时候刚好非常的幸运 有遇到这个第一位的王冠大师的产生 那还有一开始的时候 就会非常多的皇家俱乐部的成员 年收六百万看到这一排人 其实我刚开始想说哇这些人特别的厉害 一定是曾经做过组织非常有能力 那或是很会说话很会推销 后来实际了解他们的背景 卡车司机开游览车的 然后挤牛奶的这个农 家里是务农的弱农农妇 然后家庭主妇 还有什么传销的失败者 做17年都没有成功 可是因为爱多美在这六年的时间 他们通通变成了韩国1%的有钱人 所以当我自己还没成功之前 我看到了在爱多美真的可以成功 你的梦想可以实现 而且这些人论到说话 我觉得我应该比他们会说话 还有国小毕业的人都可以成功 那我就觉得一定可以试着做做看 那时候的王冠大师普真秀 这个烤鸭店倒闭的老板娘 也可以成功 那一次还有看到什么 一箱大概900万台币的这个现金 放在这个行李箱里面就颁给了她 是真的现金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真的非常的震撼 那我也觉得在爱多美可以成功 那这张照片就是我们那时候 一同去的这个伙伴 那里面的所有的伙伴呢 除了一两个我不太认识 是其他人的伙伴之外 每一个至少都是在爱多美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还有玫瑰大师 因为这三年我们坚持在爱多美持续努力 所以我们在爱多美现在可以小有成就 那所以真的大家今天有这个机会 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学习爱多美 有机会真的能够让大家成功 那另外还有让我最惊艳的 因为毕竟我算是一个年轻人 保健食品 美容保養品 其实坦白说遇到爱多美之前没有在保养 那也没有在吃 保健食品也很少在吃 可是我看到在会场的外面有人在摆摊 在卖什么 手机 那凑进去一看想说该不会爱多美 有卖爱多美牌的手机吧 不是 是韩国的爱多美 因为三年前因为会员人数够多 所以他们跟韩国第一大的电信商 KT电信合作 你今天你同样在买手机 你选LG 选三星 选iPhone 你爱什么牌子选什么牌子 就像未来我们台湾可能可以跟台湾大哥大 中华电信合作 那除了买手机有点数之外呢 每个月的通话费都有点数 我就想我的朋友不洗头不洗澡 不刷牙不洗脸不吃海苔不吃拉面 都没关系 你爱去什么地方买你就去吧 可是未来我们的人数众多的时候 我们跟电信商合作 一样在讲电话 一样在买手机 一样在缴月租费 今天你只是透过爱多美加入爱多美会员 什么都不用 有机会让你越讲越有钱 不讲也有钱 那会不会加入 绝对会 所以这商机实在太大 当然未来董事长说至少有十万种一样的商品 电视冰箱冷气什么通通都会卖 所以目前来说虽然很多人说产品太少 可是正是因为产品少 所以这才是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今天真的回头再看 我们爱多美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业 董事长说我们透过这个所谓的国民品牌 大众品牌好东西便宜卖 是这个策略 所以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我们爱多美的营业额都节节的上升 那未来的目标是三兆的营业额 刚才一直有提到所谓的好事多 好事多在2015年 它的这个整个利润的营收大概是一兆新台币 其实它营业额将近是一百多兆的一个 那它主要来说它会员费 有的人就说经济的一些专家说 你成为好事多的会员不如成为它的股东 可是我们有机会成为它的股东吗 非常的难 可是今天一样跟好事多卖便宜又好的商品 还让你50块免费做股东当老板 让你三兆的营业额有一兆大家一起分 要不要加入爱多美 要一定要的嘛 所以很多人说牙刷牙膏洗头洗澡 刚开始我去分享牙刷牙膏的时候 很多的叔叔阿姨跟我的同学 其实心里是有一点觉得 哎呀这个人博士毕业 卖牙刷牙膏怎么会这么的弱迫 怎么会推荐我最便宜的商品 怎么是不推荐我最贵的呢 那我详细去解释 阿姨叔叔我真的一毛钱都没有赚你的 没有差额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 是不是读书读太久读到头脑坏掉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我看到爱多美的一个大商机 我觉得一定要经营爱多美 那菲律宾开幕真的7000多人 我相信在未来每一个国家的开幕 绝对都是人潮汹涌 因为在非常多的国家像菲律宾 经济其实最近才刚开始有起色 很多的人民平民真的都想要去改变自己的现况 能够让自己有机会变得有钱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都看见什么样是大的商机 那很多人也常常会问 你们爱多美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一定非常的特别 那到底有什么撇步 那其实董事长有说 成功的秘诀在于我们的社讯 真爱灵魂 经营梦想 坚定信念跟谦卑服务 有的人觉得很奇怪是真的吗 那其实最重要的第一点 真爱灵魂 董事长说灵魂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 那曾经有会员问我 你们公司说什么真爱灵魂 不要骗人了啦 还不是为了赚钱什么真爱灵魂 可是大家真的觉得是这样吗 不是 你真的深刻的了解 好事多拼命涨价都已经赚这么多了 还要涨价 可是爱多美是什么 天哪 东西又好用又便宜又有钱赚 还要降价 同样的事情 真的是什么是良心 其实董事长爱多美的良心就在这里 不断的加量不加价 加量不加价 加量不加价 还有今天真的是爆炸性的一天降价 而且台湾会员其实是最快享受到的 现在美国加拿大其他甚至韩国 都还没有调整成单一品项单一价格 其实董事长对我们台湾人真的非常好 所以今天你经营一份事业 我们的这个成功的策略 就可以大大的让你非常的有竞争力 你这个事业真的不成功也非常的难 那其实我在认真的认识爱多美的时候 我了解到好像曾经在2006年 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他是一个孟加拉的教授 那他为什么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 他在孟加拉创立一个所谓的一个银行 这家银行是专门做一个小型的信用贷款 贷款给当地的这些农民跟没有这个资产跟担保的人 跟银行可以借一点钱来做生意来进行创业 那其实呢他透过这样子呢 孟加拉在当时在他还没有有这样子一个银行的措施之前 他们的国家的贫穷率达到了70%以上 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国家 可是透过他这样子借钱给这些穷人来创业 那把利润分享出去 结果呢他们国家的经济因此得到改善 穷人呢赚到钱之后他们摆脱了贫穷 贫穷的人数已经低于50%了 所以透过这样把利润分享给真的社会上需要的人 透过分享的文化去改变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创意 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受到全世界的肯定 那其实常常说啦 推动社会的不是那些经济专家 很多的专家都说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这几十年永远都是经济不好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彻底的改善呢 那我就回想到爱多美最近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董事长在韩国的一个创造经济人大奖 他得奖了全国有33位得到奖 那其实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个奖 因为他透过创立爱多美 透过把利润分享给所有的消费者这样的想法 而且创造了非常大量的就业机会 所以为了这个韩国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改善 那未来爱多美只是在韩国吗 不是 现在在台湾 之后去菲律宾还会去印度去越南 去任何大家都想改变你 我们都可以不用花钱利用爱多美来改变我们的未来 那其实这样呢很多人在讲啦 你光是在爱多美做消费你就是在做公益 你就是在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因为在爱多美赚到钱的人以及我们的公司 会不断的透过公司的学习跟教育 会回馈我们的社会 其实真的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骄傲的一个公司 那怎么样来经营梦想 当然有梦最美 可是其实实现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那怎么样实现梦想 其实呢最重要就是说先透过学习 穷人因为没有资产没有任何的能力 那何况我们又不穷 那所以呢透过学习在爱多美怎么成功 你去行动就有机会能够成功 那其实刚才听到我们的陈建东玫瑰大师的分享 他花了两百万买买了两台车 我有一点那个就是有一点比较寒慢啦 原本我的梦想是想要买一台冰式车 然后呢希望未来经营爱多美后三年后五年后 我的梦想其实刚开始很小 一个月十万块就好了 可是呢不知不觉的努力的时候 现在至少一天是一万块以上的收入 对所以真的是爱多美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公司 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最近一直在看房子 因为希望能够在永和买一栋 五十平三千万左右的房子 车子还没买 其实是因为我不太会开车 所以有一点担心台北的交通 那等到或许皇家大师的时候 公司会送租车的费用 那时候再开可能也还来得及 所以大家等一下一定要赶快回去的路上 车上晚上的时候想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人会说有梦想 可是常常一离开研讨会之后 老婆很吵小孩很吵老板很烦 梦想是什么 算了啦明天再说 忘记自己的梦想 所以第三个重点是怎么样去坚定你的信念 那很多人会想说 坚定信念不就是坚持你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那还不简单 可是其实非常的难 因为我们的梦想是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一定是先 不可能先买车才想要买车 不可能直接就牵一台车回家都没有想 一定是先想才会有车 所以我们现在的梦想 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 那要相信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有一点难 那可是在爱多美 因为透过我们公司的成功系统 真的可以让你一次一次的 赶快把你的梦想再重新的唤醒 那既然要不断的想起 不断的想起 就一定要常常参加什么 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还有中心的课程 你天天想天天想天天梦 要直到什么时候才梦醒 成功的时候你的梦在醒 那而且呢 很多的船直销真的很难 上课要钱 那爱多美这个场地费大家有出钱吗 没有 免费的茶水 吹冷气 然后呢 带你的朋友一起来成功 那很多人可能不是我的伙伴 那很多不是我的上线的这些大师 是不是都会在研讨会不分彼此 分享大家的智慧 所以爱多美真的是打破过去传销的这个 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真正的大家齐心合力 所以我们是一体的 可以一起在爱多美的联合成功的一个制度 靠着齐心合力 那很多人啊 其实会相信自己过去的一个能力 就像在第一次举办台湾的成功学院的时候 因为我去过韩国嘛 我妈妈不去韩国 因为她说她属蛇怕冷 所以派我去 那我去了之后因为眼见为凭 我真的觉得爱多美一定可以成功 那成功的人跟我说 如果你想要月入百万以上 你一定要参加成功学院 而且成功学院一次都没缺席 这句话虽然我是算是高学历知识分子 可是好像听起来有点荒谬的事情 我相信了 我觉得我要跟成功者学习 所以我报名了第一次的成功学院 我妈妈说拜托 三十几年的这个课 什么课我没上过 什么课我没听过 我甚至还很会讲 还要去上课 不用了 所以她第一次成功学院 她没有去 她跟我们的林以嘉玫瑰大师 也没有去 因为他们是一起经营的伙伴 老传销了 结果在第一天听完课 我发现所有的成功者都这样说 你不来参加成功学院 你很难成功 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家 妈你们如果不来的话 你们绝对不可能在爱多美成功 都把电话挂掉 结果后来呢 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 她只有第一次没参加 其他通通参加了 那我发现在这两年多的时间 真正在爱多美 目前我们的伙伴成功的人 通通都是因为成功学院 刚才有听到 我们的景云老师是因为谁 受到了感动 我们的董事长 那我们的会员跟我们的建宗老师 都是因为参加了成功学院 不是因为你的上线多厉害 而是因为董事长的这一份心 爱心大家感受得到 所以其实大家的能力只要1% 你在这个系统中齐心合力 我们都可以有100%的成功 那真的不要小看这样一个系统 刚开始爱多美的招牌是怎么样 A4的一张纸 董事长是什么 负债将近千万的人 然后呢唯一的财产是什么 一台破笔电跟什么 中股车10万块 那他在台上讲的口莫横飞说 我要让你们月入百万 我要给你们800万奖金 我要给你们2000万的奖金 有人相信他吗 其实刚开始很多的大师都说 都不相信他 可是为什么不离开爱多美 因为无路可去 所以就相信相信相信 过了六年后就是刚才看到照片上的这些人 真的当初是傻瓜 可是当初离开的人现在是怎么样 大傻瓜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我们爱多美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 因为透过学习的力量 今天你科马B&H还是NBH 会讲不会讲有没有重要 不重要 把人约过来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甚至教育中心VOD 让懂的人 让厉害的人 让有能力的人讲给你的伙伴听 让你的伙伴学习了解 那你同时自己要不要参加 要 自己也要同时学习 否则下线会说 你怎么都不学那么久 也该有进步吧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成功学院 现在一次都一千多两千人 全世界我们是同步上课 一万人同时在学习在成长 那一日研讨会像台北这一次六百多人 那很多 昨天桃园是三百多人同步的学习 还有教育中心的课 目前有二十六家教育中心 随时随地 你不在高雄 不在台中 不在新竹都没关系 可以到当地的教育中心 让你的伙伴学习如何成功 真的没时间兼职的话 怎么办 回家晚上还要看韩剧吗 看大陆剧吗 要不要 不要 看什么 BOD 最佳韩剧的男主角 普韩吉 让你越看越有钱 越看越美丽 越看越健康 要不要看 要 当然要看 那所以实际这些人就是透过我们的绝对成功的系统 不怎么样的 不能说他们不怎么样 当初真的不怎么样 现在真的很不一样的这些人 透过爱多美短短的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的时间 越入百万 改变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命运 所以真的非常重要 想在爱多美越成功的话 你要邀约越多人来系统 王冠窑钻石大师常常说 想要一个月赚两千四千八千 你去教育中心学习就好 就够了 如果你想在爱多美赚两万八万十万二十万 要去哪里 一日研讨会 如果你想比别人在爱多美赚得多 赚四十万五十万八十万三百万 要去哪里 成功学院 绝对要过去 好 那怎么样才能成功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的王冠大师常常讲 用用看 来看看 做做看 怎么样用用看呢 像刚才我们的徐佩琴钻石大师 介绍的好不好 非常的好 那他算是产品的达人中的达人 相信所有的产品他都用过 那在爱多美想要成功 第一点最重要 用用看 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一定都要用用看成为产品的达人 这里并不是说你要像我一样 非常会讲解蜂蜜的这个原理跟科学论文 不用 你要知道蜂蜜什么时候喝 怎么喝就可以了 直接倒在嘴里喝 泡在温水里喝 这样子就可以 一天喝几包 两包 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那保养品像我们的面膜 玻璃式面膜要怎么用 敷上去之后要不要等他干 要知道这样就可以 里面什么成分 很好的成分 不一定要知道 但是一定要知道怎么用 那去角质可不可以在浴室用 不行 真的不行 当初建宗玫瑰大师也没有跟我说 去角质不可以在浴室用 结果我拼命在浴室用 怎么都戳不出东西 后来去上课美容师说 不可以在浴室用 我在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使用产品 成为产品的达人 第二点来看看 要来哪里看看 研讨会成功学院研究看看 那在奖金制度方面 你不一定要跟建宗玫瑰大师这么厉害 这么会讲解制度 它是奖金制度达人中的达人 我们成为一般的达人就可以了 怎么样了 了解董事长当初设计这个制度的 这个爱心在哪里 就像我们的制度非常的公平 简单 而且最主要最大笔的钱留给谁 基层的销售大师 保障基层者的收入 这份爱心是董事长让我们了解 而且奖金有怎么样 封顶 不会让很多人成为亿万富翁 可是可以让很多人成为 年收百万的这个有钱人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制度 第三个做做看列名单 试着去邀约 有人说啦 长长的名单不如短短的一支笔 名单是怎样 随时随地写下来 想到就约 那要怎么样成为邀约的专家 其实来我们的这个研讨会 可以做好好的一个学习 所以大家真的要透过学习 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邀约 那其实最后啦 刚才听不懂 听不了解也没关系 我们这个 我去成功学院真的学到很多 27岁的王冠瑶钻石大师 他教我们 在爱多美成功再更简单 三个口诀 大家一起念 走出去 讲出来 把钱收回来 走出去 要怎么走出去 两串胶走出去吗 不是 带着爱多美的产品 越多越好 走出去 走到哪边 咖啡店 走到你的伙伴的家里 走到中心 或走到其他任何的地方 带着我们的产品 那 然后呢 讲出来讲什么 讲我们爱多美 分享产品 这个牙膏 风胶牙膏太好了 刷牙刷一阵子之后 咦 怎么口腔的问题都改善了 原本 口臭 大家不敢接近 怎么用完之后 大家都很喜欢我 整个人际关系改善 只是一条 97块的牙膏 竟然可以让我有这么大的改变 把爱多美产品的好讲出来 那像刚才的这个会员 你说他快60岁 其实不太相信 为什么 真的皮肤静看真的非常的光滑 那即使不会讲很多的产品的细节 可是看到他那一份热忱 看到他分享爱多美 那个整个眼睛发亮的那种感觉 你会不会想要经营爱多美 想要用用看 会 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 分享出去之后呢 产品有PV PV可以怎样 换现金 你的左右通路的这些消费者 爱用者 经营者 每个月至少5万点 10万点的这样的一个消费 让你可以透过爱多美在三年 一年到三年的时间 建立你的自动化的奖金的收入 你就可以把钱收回来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成为爱多美的业务专家 非常简单 走出去 讲出来 把钱就可以慢慢的收回来 就像现在 我今天没有进到中心 也没有跟任何人讲爱多美分享产品 可是呢 刚才上网看了一下下线购买记录 已经有300笔的消费 是我讲的吗 没有 所以在目前现在 我的收入就至少已经有9000块入袋了 这个就是爱多美的魅力 短短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有大大的成就 最后呢 分享我们爱多美的必胜的方程式 努力坚持加上时间的累积 终有一天奇迹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希望三年后五年后 我们大家都成为月入百万的大富翁 好以上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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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